大家好,这期是吐槽央视的,所以会用到大量的央视的视频 因为版权问题,这期视频肯定是没有平台收益了 不过有没有收益并不影响我吐槽它 做这期视频的起因是我最近比较关心三星堆的考古 结果央视在直播的过程中居然连线了写盗墓小说出生的蓝派山书 我个人觉得比较搞笑,就在社区说了一下 其实我主要是觉得,央视作为一个官媒 在这么一个严谨的考古节目中,请一个写盗墓小说的作者 来吸引流量,有点不太尊重考古界 蓝派山书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他在节目中说 很惶恐啊,因为这么严肃一个场合,我觉得也不能太娱乐化 所以蓝派山书自己也觉得自己上央视,好像有点搞笑了 但是战狗们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我说央视比较搞笑 就是恨国党 其实央视搞笑也不是一次两次 雷雷不就是央视捧出来的传舞大师吗 像这种专业性的节目,请一些不专业的人过来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2015年,央视拍过一个纪录片,叫做《古兵器大揭秘》 里面的专业知识漏洞百出 硬是把大揭秘拍成了大造谣 专业知识上有什么错误,今天就不展开讲了 就讲讲他们请传舞大师来解析《古兵器》的这一集吧 这一集讲的是两种古兵器 一种是铁戟,一种是沟香 铁戟就是吕布用的方天化戟那个戟 为了测试这两种古兵器 他们请来了两位传舞大师 首先测试的是古铁戟 种铁戟应该是汉代的知识 因为挤头像一个补字,所以叫补自己 传舞大师接过来,搞了几个套路动作 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 随后就是测试环节 他们给猪的躯蛋 套上一个不知道从哪个影视城逃来的皮甲 就准备开始测试了 这妥妥的在黑中国古代的军事科技水平啊 汉代的皮甲跟盔甲又不是没有出土文物 是这个模样吗 哎,反正是央视黑的 你不能说说了就是恨国 反正就这样吧 这个年轻的传舞大师 搞了几个套路之后 开始测试铁的刺杀能力了 实话实说 这个铁从样式到材质上复原的都还不错 很轻松就刺穿了这个猪的躯干 测试完之后 这位传舞大师就开始瞎白话了 铁的这个贯穿力还是挺强的 但是跟我们平时练的枪来比 这个杀伤力还相对来说要小一点 因为它有一个小支 在阻挡的这个挤的前进性 进攻性 如果要是枪的话 肯定贯穿的能力更强一点 这是典型的不懂装懂 瞎白话 挤的这个小支 设计出来就会在刺杀的过程中 起到阻挡的功能的 避免的就是一次到底 在实战中非常的实用 首先你刺的太深 很可能无法快速的拔出 形成二次攻击 其次你要碰见个猛男 他会顺着光滑的枪杆 过来跟你来个一换一 梁家辉主演的水浒传 《之英雄本色》里面 就有这么一幕 所以这个小支 实际上起的就是汽车上刹车的作用 这个传舞大师的言论 等于就是说 你把汽车设计一个刹车 影响我飙车了 其实不光挤 就算是枪 也有起到阻挡功能的部件的 宋代的五金总要里面 就记载了18种各种各样的枪 图圈出来的这一部分 你以为只是为了装饰吗 不光中原地区是这样 在西南边陲也是一样 在云南出土的 西汉时期的滇国吊人毛 在毛头下面吊着两个小人 在战斗的过程中 起到的也是阻挡的作用 所以央视测试一个古兵器 找几个不懂的传舞大师 过来测试 也真是搞笑了 像挤这种常见的古兵器 都能测试成这样 那冷门兵器沟箱 测的就更搞笑了 沟箱是什么玩意儿呢 我们直接看央视的介绍吧 他这个介绍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沟箱由长沟与小盾牌结合而成 中间的小盾通常被称为一箱 结合上下两端的沟 进而得名 沟箱 复原出沟箱 就应该测试了 船武大师和央视 请着所谓兵器专家 先像模像样的挥舞了一下 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 接下来 他们就进行了一项搞笑的测试 测试沟箱和盾牌的防剑效果 这他妈还用测试吗 肉眼可见 盾牌的防护面积更大 再说了一个攻击性的武器跟防御装备 去比防护 这闹得又是累出 随后两位船武大师又进行了实战套路演练 得出了结论 沟箱没卵用 勾不住锚和枪 看了他们的套路演练和讲解 觉得真他妈专业 就是你说了这样 但是谁跟你说的 沟箱就只能勾了 汉代刘锡的市民士兵中说 勾箱两头约勾 中央约箱 或推箱或勾引 用之以也 意思就是 勾箱除了勾还可以推啊 而且中间那个所谓的小盾牌 是叫做箱 它的主要功用不是挡弓箭 而是在与长兵器的搏弱中 更好的保护手啊 既然是防护手的 那一开始跟盾牌去比 防剑效果是吃饱了撑的吗 你说传武大师不懂吧 换了挤他又懂了 一手勾住挤 然后灵活的走位 一箭割掉了敌人的头部 面对挤的时候 你知道勾住滚进了 那怎么面对枪的时候 你就呆若木鸡呢 是编导提前跟你说了 只能勾挤 不能推枪吗 还是传武大师们 觉得这个兵器叫勾箱 就只能勾 不懂就去翻翻书 看一看嘛 虽然勾箱是一门冷门兵器 但是国内玩全甲格鬥这一帮人 早就总结出了他的用法 面对长枪时 或勾或推 然后用灵活的走位来对付长枪 挤因为有小支 所以容易勾住 所以更多的是用勾 而枪没有小支 更多的用的是推 所以央视这个号称纪录片的古兵器大揭秘 做的根本就不严谨 中国有很多玩古兵器的 玩全甲的 他们通过翻阅古代文献 自己操练 能很大程度的复原古兵器的各种使用 可是央视偏偏不去找他们 非要去找这些所谓的传武大师 拍出一个纪录片 跟笑话一样 那到底是谁在黑中国传统文化呢 再回到最新的话题 三星堆的挖掘 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 央视作为官媒并不缺流量 没有必要找一个盗墓作家来连线 还不停的在节目中强调 你上了热搜 你上了热搜 而最近一个足球运动员 在一档综艺节目中吐槽了篮球运动员 居然引来了官媒的猛批 于是这档综艺节目 就被按了暂停间 而这档节目 本来就叫吐槽大会 就是大家互相吐槽 给观众带来欢乐 结果一个娱乐节目 因为太欢乐 所以被停了 而一个专业性的节目 却要让它更娱乐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 难道央视真的是 只让周官放火 不让百姓点灯吗 如果篮球跟足球都不能吐槽了 你还能吐槽啥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有你们订阅 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